6月7号大解封 酒店舞厅终于也解封了 酒客是蜂拥而至 据说是大爆满 有酒客抱怨说 他到了酒店 根本等不到房间 等到了房间之后 等了一个小时 等不到小姐来坐台 酒客自嘲说 好像在自助KTV唱歌吗 因为找不到小姐 因为小姐转台来不及了 台湾是不是真的已经出现了 所谓的报复性消费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静平哥 可是很多人也很担心 现在大家解封这么愉快 可是到了秋冬 下一波疫情来袭该怎么办 这很正常你知道吗 因为酒店 不管是我们桃园 还有台北还有台中 很多的算是酒店业 比较多的这个地方 几乎因为停业一个半月 这个酒店小姐 很多都到处四处去打零工 然后有的打工 他们有签短 这个短暂的短期合约 然后有的是跑去 比如说做这个传播妹 等等诸如此类的 所以一下子 你看这些酒店 开始副业之后 他们透过旗下的 这些经纪人干部 这些就是大班 他们要抠回来 大概据估计 我也去问过 我们桃园市的警方 还有市政府联合机查小组 在我们桃园副业的 这个酒店去了之后 我是问他们 看到这个情况 他说大概酒店 也听业者在那边大吐苦水 客人回温不到三成 跟以前的业绩 以前业绩的一半五成都不到 客人回温不到三成 然后小姐呢 回来不到两成 所以行程客人比小姐多的情况 也难怪 他说他们几次去联合机查 就看到诺大的这个包厢 几个大男生 就在那边喝酒聊天 然后都没有这个女生在那边 然后就没有这个小姐 然后他们说小姐呢 他们说 奇怪我们也是等了一个半小时 等来的不是小姐 等了一个半小时 等来的是这个 这个政府机查官员和警察 然后叫他们拿身份证出来 然后有没有戴口罩 然后什么什么 酒店都会准备 如果客人没有戴的话 所以他们也很无奈 所以有些客人就不爽 然后去了就买单 两个小时进来等到警察 跟等到官员 不是等到小姐 以前是想说 想着小姐可以进来 两排站拜拜站 然后开始挑小姐 不是这样 所以变成酒店业的业者 也在大吐苦水 但是因为现在是防疫的 这个状况 才刚刚大解封 所以我觉得要真的回到 这个过去的 所谓的那种龙井 九国那家酒池肉林 这种龙井 我觉得可能要到年底了 甚至更晚了 因为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其实都会怕 军委委员 台南的情况怎么样 我已经很久没有上酒家了 那这个酒店是 现在你们年轻人讲的话 我们以前叫酒家 那这个样子 我们是欢迎报复性消费 但是我们不欢迎 报复性消费 你不要把那个地方 当成一个性服务的地方 这个酒店 在过去酒家 是在讲事情的所在 是谈生意 或者说 疏解心情也有 招待朋友 那你想我们之前来台南 我带来酒家 走一招 这样表现我对他 很重心 那不管怎么样讲 就是说 台湾现在需要消费 不管你是什么消费 但是违法的消费就不行 那这种特种营业的场所 我们希望它是可以回归正常 在日本也一样 日本这种行业 也不比台湾少 那日本这个情况 跟台湾的情况 解封之后也是一样 那这个美国也差不多 英国那更扯了 英国关酒店的时候还被 那种酒店是pop 那它不是小姐陪酒 所以基本上是全世界 大概都闷 快要闷风了 那再加上台湾现在 情绪大家在压力锅里面 所以这个特种营业 台湾我觉得也算是 一种小确幸 那欢迎消费 不欢迎这种报复性消费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